一对小情侣正在沙滩上游玩 一旁的男人还被埋在沙子里 女人嫌他太吵给他戴上了帽子 结果男人一抬头 发现女人早已不见 地上只流着一片血迹 男人突然感觉地下有什么东西 没来得及挣扎 他就被拽进了沙子里 一旁的摩托车手正在飙车 但沙土太软导致翻车 他扶起摩托 但怎么也打不着火 男人看向一旁 突然 同伴过来找他 但只发现了一地残骸 他用把旗帜拔出来 男人骑上摩托拼命地逃离这里 可鲨鱼就在后面紧追不舍 男人最终不幸遇难 警长来到现场勘察 看着现场的惨状 女警怀疑是被鲨鱼攻击 但警长直接否定 鲨鱼怎么可能在沙子里存活 此时 另一对小情侣正在沙滩游玩 突然 女生赶紧叫来警长 他告诉警长自己的男友被鲨鱼袭击了 但警长还是不信 突然 这下警长终于信了 他找来一个生物博士来调查这件事情 通过研究尸体上残留的鲨鱼牙齿 博士断定 这是一条远古鲨鱼 并且他还是幼年期 警长当即召开大会 他请求市长关闭沙滩 但其他人都不愿意 尤其是市长 因为这里正好要举办一场狂欢盛典 一个女人正蹲在沙滩上 突然 一条鲨鱼游了过来 女人被吓得不敢乱动 警长想上前帮忙 但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女人拿起手枪 开枪吓跑了鲨鱼 趁着鲨鱼不注意 两人赶紧跑到了博右路 市长终于相信了鲨鱼的存在 他当场下令取消在沙滩的活动 突然 鲨鱼并没有吃饱 此时还有个男人站在沙滩上 众人大声呼喊 但男人戴着耳机并没有听见 他还准备把电线修好 不知情的鲨鱼扑了上去 鲨鱼直接被炸成了肉泥 罪灰祸首终于死了 现在市长打算重新举办狂欢盛典 一时间 有很多人慕名来到这里 沙滩盛典如期而至 在市长的带领下 人们沉浸在狂欢的氛围之中 但他们谁也不会想到 危险即将到来 一个女人打算搞点刺激 突然 一条鲨鱼钻了出来 人们惊慌地逃离这里 可鲨鱼不止一条 他们开始围攻人类 市长拉着女警就往马路上跑 但女警还是被鲨鱼吃掉一半 一旁的警长爬上礁石 这才躲过了鲨鱼的攻击 但此时 在远处的战桥上 还有一群人 一群人正在桥上 突然 鲨鱼已经泛滥成灾 警长只能找来捕杀专家 专家决定设一个圈套 将鲨鱼一网打进 众人立即开始行动 他们开始在沙滩上摆放烟箱 准备用噪烟吸引鲨鱼 又在烟箱周围撒满汽油 打算把鲨鱼全部烧死 一切准备就绪 市长打开了烟箱 他们坐等鲨鱼上钩 没过多久 鲨鱼果然被吸引过来 正当他们窃息时 烟箱突然没了动静 市长自告奋勇跑去检查 原来鲨鱼把线路咬断了 市长只能把自己当作诱饵 他成功把鲨鱼群引到了陷阱里面 专家一看实际成熟 拿起喷火器射向鲨鱼 持续的高温把所有的鲨鱼都烤成了鱼排 正当众人以为结束时 鲨鱼的大哥出现了 专家感觉不妙 突然